今天主題講到處理人際的問題 這是一個世界共通的問題 就是在哪裡有人又在哪裡有問題 基督徒也不例外 其實本來我們很愛神、很享受神 被神今生改變又大約能力祝福人 應該是可以不被人影響的 但是的確是很多人被人影響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先認識一下基督徒 基督徒有長處和短處 其實基督徒主要來說都是好人 都是好的 都是想出好人的 尤其來到這個課程 你都是想受訓練 都是想處理生命 你都是想進步的 這個的確是好的 這個東西是欣賞的 所以聖經都講到神的子民又美又善 大約是很歡喜的 神的子民很歡喜的 的確是好的 但是 不過裡面一樣有負面思想 一樣有負面的情緒 一樣有自私 驕傲 看起自己 欠位 或者自卑感 或者任性 不信 不強 心裡不強 所以會有反叛性 注意處理 我們應該多些看人的長處 首先基督徒也是有很多長處 我們多看一些人的長處 但是有問題怎麼辦呢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智慧 還有用柔和的心去處理 不要被他影響 因為往往是會這樣發生的 的確 如果所有基督徒的長處和短處 總有相當分量的長處 每一個的短處是不同的 有些多有些少 有些不好的地方有些多有些少 但是你看它的好的地方總有的 如果你看到好的地方 你就會說 這個人好 我祝福他 心裡歡喜他 支持他 鼓勵他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們有時會這樣想 有沒有搞錯啊 做基督徒 都會這樣說話呢 就是他可能去 人有時就會這樣的 人有些盲點的 那是應該不要這樣說話的 不過總是會這樣說話 你有沒有發覺 英國說過基督徒 都有些時候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問題是你聽到他 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你的反應就是 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人真的都不是基督徒來的 這個人我不可以接立的 這個就去到一個影響 變成他不喜歡這個人 抗拒他 心裡不接立他 不寬理他 也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跟他對抗的 這個就是看他的短處 看他的長處 其實他都有很多好的地方 雖然他又有些容易衝撞人 我想想怎樣去幫他 怎樣去提升他 越對他好 他可能越融和 慢慢會改變 這個就是正面的方法 我想問大家 你以為基督徒多數是用正面的方法 好像我所說的 他都有很多好的地方 他都有向善的心 他都是想跟從神的 我要祝福他 他有什麼不好 不要緊的 慢慢提升 一個人都有 提升他的心態 或是會有搞錯的 我真的很難和他一起 不會入他的小組 他入 他入 我就不會入 我在哪裡 他又不會在 他在這裡 我就不會在 我想問你 這一個圖 會是第一種的情況 會比較多 因為第二種的情況 會比較多 第二種的情況 應該是第一種 其實有時當然我們都不用一定要數的數目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去一些群體 你聽他們說話 你發覺很多時候就說 這個誰好 誰不好 很多時候就會有這些說話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真的聽習慣 當然有 是事實來的 問題就是我們怎麼看 怎麼回應 如果我們那樣東西看得很強 和受傷害 受傷害之後 會怎麼反彈 反傷害 就是別人傷害 我反了頭 這樣就造成教會的分裂和過裂 有一本書就是《末日決志》 就是說有些基督徒有個邪靈在肩膀上 這是一種情況 他不斷的邪靈就噴出來射那些基督徒 就是一些攻擊的說話 射到基督徒 或者一些不好的行為 射到基督徒 接著基督徒跌下來 他就跑去踩他 即是他想攻擊他 令到他很失望 很不開心 接著他跌下來 他就跑去踩他的腳 就說你這麼差 有沒有搞錯 你會這樣做法 我們看到這個情景 當然是不好的 但是的確是這樣的 基督徒中間有時有些人反罪就會踩他 所以其實見到基督徒跌下來 就應該是輔助 我們要勸導 要提醒 有時要警告 但是始終用愛心去幫他 這樣就先建立教會 但是人總是那種聚性 就是喜歡什麼呢 氣他 被他影響 不開心 排斥他 所以我今天想大家去想一想 到底我們見到有人有罪的時候 反應是哪一種 我們怎麼可以改為一個正面的心 當你一個正面的心的時候 就算一個人真的有很多問題 你慢慢都可以影響到他 第一就是我們用正面的心做人 第二就是不受人的傷害 即是兩方面 有人不好是他的問題 我分辨到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第二 我依然對他好 這個人就是非常得性的 我希望大家是這樣的 你想像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樣的群體會好很多 但是你在周圍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你那時候怎樣 有什麼情況你就不要再介意了 你說應該我們都會愛心 但是不愛心的時候 那時候你又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是不介意 而是去祝福 而又去每面笑容 是的 每面笑容難不難 當然難不 因為你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是想你做在他身上 你這樣做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當你因為人不好而生了他 這個就是什麼呢 做了魔鬼的牧人 而且免費 還要扣身 不是加身 是扣身的 因為魔鬼一定跟你拿東西 你做了魔鬼的牧人 他是在你身上拿錢的 他不是不給你錢的 好 那是聖經耶穌講到處理人的問題 晚太福音十八章十五節 我聽說大家都聽過這句經文 一起讀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 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 有時不聽他們 就告訴教會 有時不聽教會 就看他著外邦人和瑞利一樣 這裡講到三個步驟 當然實際的時候 未必一定三個可能一路 就是可能過程 有很多個步驟都未認 可能第一步 已經做了很多次的 第一就是單獨 譬如有一個人說一句說話 令到你反彈的 他的句說話 譬如說我搞錯了 怎麼會這樣 那麼 這個聽的人呢 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不出聲 但他心裡很生氣 反應有點故隆 那怎麼辦呢 找人說 在那裡生氣他 或者以後跟他相處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種的處理方法 但是我們求主幫你 在這個陣 就是你可以說智慧的說話 我知道你現在很生氣很不開心 你說給我聽 不開心 不開心 給他說 我知道在這個情況 會不開心的 然後呢 引導他 那這件事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是引導他 去思想處理的方法 譬如他對你不滿 那你說 對不起 我有些事情可以改善 謝謝你提醒我 好 我會留意的 那就不會剃得他 可能他的語氣很差 可能對方的語氣 有沒有搞錯 你做事做得這麼慢 那我們呢 裡面有個受傷的小孩子 或者有時候受傷的女人 立刻出現 然後就立刻說 哇 你這樣傷害我 哇 好傷害我自尊 我怎樣可以 怎樣頂得住 那於是呢 這個受傷的女人 那一隻受傷的小孩子 就會哭了 歪了 就離開了 就是很不開心 那我們就是一個成熟基督徒 就說 他發脾 或者我做錯 我就做得不好 那我就改善 那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改善 就是 有錯 我就改善 其實這個就是很簡單的聖經原則 有人提你 那你就改善 謝謝 尤其語氣不好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用受他傷害 那 好了 當他這樣露氣的時候 你可以 你要考慮的 是即時處理 因為不是 幾樣東西 第一 他說的意見 多謝 提醒 好了 但是他這樣 這麼容易發脾 你可以找機會說 那我也曾經 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部分人聽過 我曾經去宣教 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帶我去 幾個好 即是幾百人的聚會 是他所認識的人 為我開路 其實這個人為我開路很多 但是我發覺很奇怪的一件事 當我問他 我說我搭到飛機去那裡 我去這個 搭車 他說搭車去火車站 我說在 出了個機場 在這邊搭車 然後對面搭車 因為他說你搭幾號車 即是好像我們香港 你搭幾號車 一號車 你在寧敦道這邊 對面才可以 你在這邊搭 跟對面搭是不一樣的 我問他 這邊搭還是那邊搭 他的反應是很怒吵 你這麼問 這麼多東西問 我說 我帶著一個行李 又在這邊問你 又走過對面 又可能不是 又走回頭 所以你告訴我 你懂路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他總之很不煩 我知道他有這個情況 我去到那裡宣教 你都發現他 跟那些負責人 又沒有發脾氣 我看到 就觀察到 觀察到 但是我還不出聲 因為不是每個人 聽我說話 不是每個人都接受 但我就等到時機 那時機來 真的很奇妙 他送我走 他跟我一起吃飯 當然是我請他 不過他又不想我請 好像當時是教會給了錢 他請我吃飯 我說好 教會給了錢 我請你 你請我 他說 他又跟我說 他說 李牧師 你一講到 我覺得很好 我聽到他 很接受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機 我就跟他說 一些話 我說 有些話我想跟你說 好嗎 好 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說我發現 當我問你怎樣來的時候 你是有點激氣的 我想了解為什麼 他說 我是這樣的 我從小到現在 都是 人家跟我說一些細節 我就很生氣了 那我就 就是跟他溝通 我就跟他這樣 還有我說 我看到你也跟那些負責人有些生氣 他說 是很難撐他們 於是跟他溝通 就是跟他 儘量用一個柔和的心 如果強烈地教他 他也不受落到 但是我引導他 那你想想 如果將來 你跟那些人相處有很困難 那將來 很多路就會封了 你覺得怎麼樣 之後我都在網上 跟他繼續溝通 去幫助他的處理情緒 我知道他有些問題 但是我的回應是什麼呢 我不是生氣他 我生氣他 幫不了他 我是去尋找機會 去幫他 然後我看到那個機會適合 因為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我認識他多些 有些人認識他少 我在這個情況 我認識他多 發覺他是接納我的時候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就用這個機會 去跟他說 我又講了另一個人物 我去到一個地方 有人就跟我說 他就想我去跟一個人的女兒趕邪離 不過他就告訴我 這個人這個基督徒 就跟另一個傳統人罵了 就是有些問題 甚至趕上攻擊那個傳統人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不過他的女兒又邪離 他又很想你去做釋放 我說好吧 那你猜我後來那個基督徒來了 就是我們去他的家 那個基督徒來了我那裡 我跟他一起走一邊聊天 一邊聊天的時候 越聽越發覺他對我是很接納 那他走到門口 張倫道我說 我還沒上去之前 我就想跟你說 那他說 什麼事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聽到你和某一個傳統人 有些問題發生 我想了解什麼事 就是我完全不take side 就是不爭哪一邊 我想知道什麼事 他就開始說 我就說 不如我們去另一處 因為怕他在樓下 樓上很怕人聽到 我就帶了他一起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把那件事解決了 就是真的聊聊聊 了解什麼問題 然後解決了 跟我一起 就是帶我去那個傳統人 他都說 他說 二牧師我初來以為你很軟 就是軟隻隻 就是那些問題都看不到 其實我聽到 我是知道 我要處理 不過我會看時機 我會看人 我會分別什麼時候是個時機 還有我說的時候 我是用柔和方法 不是發怒的方法 發怒的方法 不會達到我想達到的目的 問題就是 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是要罵 還是要幫他 當我們有這個目標性的人生 你的人生應該是哪個目標 向著標桿直跑 當你向著標桿直跑的時候 你會跑掉 我又有另一個標桿 就是要罵死他 這樣行不行 不行的 你向這個標桿 你就不要罵死他 你罵死他就帶不到這個標桿 或者我向這個標桿 但我又排擠他 我不理他 我不理他 我看見他 我就瞄他 或者我跟他說話 又是有問題的 所以 所有這些都是有罪性的問題 我們都要處理 但是人我 在這個地方不願意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五腳 他這麼壞 我有什麼理由這樣對他 還有他對我的態度不好 我先說 我帶我去宵教那個人 我是幫他的 但是他怎麼跟我說話 為什麼問那麼多東西 就是 那種態度是不好的 但是 有什麼所謂的 他罵我 我又不死 你不要當那些字 傳的訊息 是賤 你不要當他是賤 那便沒事 他說了便算 這樣的時候 我就能夠很平靜地處理 不當是他攻擊我 當是他攻擊我 我就會受傷害了 但是我只是說 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引致人互相攻擊 那大家反省一下 你有沒有被人攻擊過 第二個問題 你有沒有攻擊過人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實我可以說 是人都有 不過有時候多還是少 我們知覺有多少 還有你要問問周圍的人 我多謝主要給我太太 今天 她在後面那裡 她是 有時候我們出去見人 我都盡量帶她去的 她是很觀察到的 觀察到一些東西 還有觀察到有時候 我聽漏了人的說話 即是沒有回應那些人 她告訴我 非常好的 她提醒我 但我又多謝她 即是在人性來講 是不喜歡聽到自己犯了錯 不過我又告訴自己 如果我向著V光直跑 我就要聽她的說話 她提我是對的 我就多謝她 你會不會這樣做 或者有人提醒你 如果你媽媽提醒你 有一件事 如果她說得對 不過追求你媽媽的嘴 你知道她很喜歡聽嗎 不是很喜歡聽 其實這個是 令到你損失了很大的 因為你媽媽有很多智慧 雖然你媽媽可能有些地方 未必很有智慧 不過她也有些地方有智慧 所以這個和別人說 是有智慧 是有柔和的心 如果她先犯罪 然後你又 有沒有搞錯你這樣犯罪 這樣的時候 事情就複雜了 為什麼複雜了呢 她就會說你 你處理的時候是出於怒氣 你出於傷害我的心 所以造成分裂 我告訴大家 我認識一些教會 很大的群體 就是因為處理不到某些人的問題 處理的時候帶著怒氣 結果群體分裂 整個群體 是可能百多人分裂 分裂的部分可以成為新的教會 不過有時神就會用這些人的餘絕 成就一些新的工作 但是就會造成一些這樣的分裂 本來是不好的 不過神又會使用一些不好的事 做一些神的新的事 所以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要用一個強烈的反應 用一個柔和謙卑的心 一個愛心 內心的心去想 那件事到底是否死得呢 如果不死得呢 其實 沒有什麼是死得的 我們都可以平靜地處理 平靜地跟她說出來 但是我發覺 我和很多人相處 是沒有什麼人敢說的 是我要又推 又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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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用很多的方法 有時我都不是說 每個情況都要說的 有些情況是不需要說的 但是 我發覺是人很怕面對 但是 又很容易傷害人的 面對就不肯 人有時一句 一得出來 有些什麼不喜歡 就很容易得出來 所以 第一我想告訴大家 知覺 知覺 我們是會擊人 和知覺 我們會被人擊倒 當你知覺的時候 我怎麼去處理呢 和問一問自己 到底我是和人相處是怎樣的呢 有些人呢 就是 正面多 負面少 有些人是負面多 正面少 那你就問一下自己了 那你呢 不要只靠你自己分別 你都問一下 你周圍的人 麻煩你坦白告訴我 我正面多 還是負面多 我講的說話 是經常講正面 因為我講很多負面的說話 那你呢 有些坦白的朋友 就會告訴你 給你知道 你真實的情況 是怎樣的 又不知道 到底我們處理問題的時候 是怎樣的 有很多時候處理問題 就是 人的情緒 令到事情複雜了很多 那件事情本身 可能 可能不是很大的 就造成分裂 有時候有些教會分裂 是說是教義的分裂 就是有些中派這樣分裂 不過其實中間是有很多 人的情緒 人的負面的話 有些人會說的說話 你這樣相信 你就是屬於魔鬼的 你這樣相信 你就不是跟耶穌的 那時候呢 那對方又激怒 就是一對立了 是不是很難溝通 當你一說 你對方這個教導 是服魔鬼的 那個人 真是很不強 很不服 我是屬於魔鬼的嗎 就是有時候是小小的分裂 就造成一個這樣的分裂 所以 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很多時候爭辯 未必真的是 是真理的分裂 很多時候是甚麼爭辯呢 是誰更聰明的爭辯 誰爭辯 誰更聰明 誰更聰明 這個幫助我們 真的幫助我們 有一天 到了耶穌审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們現在的世上 就是清官難審家庭事 到天堂 神很厲害的 神會分清的 你有多少%你是做 這個是你錯的 這個叫他錯的 不過 當你做錯的時候 神就會說 他先錯 所以你錯就不算錯 就是他錯是他的 你錯就是你的 至於兩個都有錯 這樣的時候 兩個都輸 何必呢 不如兩個都贏 是不是 我想問你 一個人 能夠在人家 你對他不好 依然對對方好 將對方挽回 你覺得這一樣的美德 在天國 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們應該追求 應該 應該絕對追求 那怎樣做到呢 就是放下自己的自我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害 放下自己的自尊心 不是那麼緊要的 不要緊要的 沒有所謂的 好了 接著 不聽的時候 就帶一兩個人去 跟兩三個人 作的口作見證 即是有些事情 這些事情 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然就不會說 因為我們要分辨的 到底那樣罪 是否值得 譬如後面那裏說到 就是要趕出教會 這裏說到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要這樣去找 把一個人的所有東西 從頭到尾 即是說 你有一些不好的態度 你有時會發脾氣 有時會激怒 有時會激怒 有時會成的 你的主意 如果你每一樣東西 找一個人 就變成 教會好像清算中心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所有清算中心 即是甚麼都要清算 耶穌的意思 不是叫你清算 所有人 每一個人 如果每一樣東西清算 真的很不認 耶穌的意思 都不是叫我們 逐樣逐樣 甚麼都去找 而是你覺得 那件事是有影響力的 才去這樣處理 但是這個處理 第一就是 面對面 最好就是 面對面 很多時候 過後人就說 為甚麼他不跟我說 要說給牧師聽 那他又不喜歡 因為 牧師好像很大件事 那樣 你跟我說 你當時發聲給我聽 那就行 當然 其實 過程也一定有智慧 所以這個智慧 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好了 下一個經文 不要看犯罪的人為仇人 貼上現在後書三章十五至一齊讀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為弟兄 臨後遇上路徹 只要得人 受予眾人的責罰 也就夠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甚至沉淪的 就是有個心 就是說 都給他機會 是勸他 不是看他為仇人 他就算做錯的事 就算他曾經傷害過我敵 他不是我們的仇人 真正的仇敵 只有魔鬼 他不是我們的仇人 所以曾經 在這裏 或者在你的教會 有人曾經真的傷害過你 請你現在 自己向神去宣告 神啊 我不要看他是仇人 我不要看他是仇人 如果在這裏 有人得罪過你的 你說神啊 幫我 不要看他是仇人 如果你的教會 有得罪你的 神啊 靠你教我 不要看他是我的仇人 我去安慰他 祝福他 但我們總會有些解釋 他這樣啊 他又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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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難撐 我們總會有很多原因 但這些原因都是不足夠的 無論他犯了幾大罪 我們都是勸勉去引導 當然有人是刻意的犯罪 譬如有人是刻意的犯監人 在教會裏面刻意去分裂 刻意去做破壞工作 這個是一定要處理 這些是傷害性的事情 但多數的問題不是這些 多數人是 是一個眼神啊 不理睬人啊 或者是有些說話 說出來 強了語氣 多數是這些 有時你說他強了語氣 他錯了 但是跟著這個人的回應 又是會跟著有不好的回應 就是很多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都是一些不是很大的事 有些都是大大的 不過有些是很小的事 就擴大到很大的 求主幫助我們這個心態 就是永遠都不要看他是仇人 我們論斷人的時候 就會容易輕看自己有類似的罪 因為我們就說 這個人有這個罪 所以很容易會論斷 論斷說他有這個問題 晚太七章一節 到二節一起讀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又論斷人 也必怎又被論斷 你們用什麼良器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器量給你們 就是當我們論斷人的時候 通常都是說覺得他比較壞 但是我們想想 如果他說他的語氣不好 我們有沒有語氣不好呢 我們說人 說話傷害人 我們有沒有傷害人呢 我們說人貪心 我們有沒有貪心呢 我們說人驕傲 我們有沒有驕傲呢 這裡有沒有沒有驕傲的人呢 如果我們說這個人呢 他很自我為忠心 我們有沒有自我為忠心 其實我們沒有一種罪 我們可以說是沒有犯過的 不過有多有少 但是當我們去論斷人的時候 神就會找起這個罪 他就會追討我們這個罪 那你說的而且我們有犯罪 那論斷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定他的罪 因為神叫我們不是去定人的罪 而是去救人的 去幫人的 我知道他有這個罪 分辨到沒有問題 你分辨到這個人有罪 沒有問題 你是去幫他 那有時可能呢 譬如祖長啊 或者同工啊 要討論某一個人 他有這個問題 我怎麼處理 這個不是論斷 因為他是想幫他 這個不是論斷 但是如果他們兩個在那裡說 是的 他是很壞的 另一個就是 是的 他搞到整個小組 和妥就是他的 那兩個就越說越激氣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在做論斷了 就是他把他的情緒 他的怒氣 在討論這個人的時候 說出來 但是如果他說的時候 都是出現愛心 我們怎麼找一個解決方法 主要是找處理方法 解決方法 怎麼能夠以善性惡 將這件事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毛 是不是 我們廣東人都會說 但是做的時候呢 就往往呢 小事就變成大事了 是不是 就是有沒有見過什麼事 本來是小小事的 對方不太理睬 對方 或者對方說一些說話 跟著就做一些很大很大 很大一件事的樣子 所以求知方 就是我們不要把小事變成大事 而且只要論斷的時候 怎樣論斷人 神就用什麼良氣良級行動 其實這樣都幾恐怖 對不對 你說人有那個罪的時候 神就會追討回 數回我們這些人的罪 有兩種給的東西 一種是給論斷 一種是給恩惠和饒恕 我們讀一讀這個經文 盧家芬六章三十七節 看看給什麼有什麼效果 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饒恕人 就必無饒恕 你們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星斗烈搖大岸 上尖下的賭在你們懷侶 因為你們用什麼良氣良級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級你們 這裡講到第一種就是給論斷 不要論斷人 你論斷你就被論斷了 不要定人的罪 你定人的罪 你就被定罪了 你要饒恕人 你不饒恕人 你就不得到饒恕了 即是講到你做一些不好的人在身上 但你做好事就是饒恕人 然後你就給人 其實那個原文就是gif 不是一定是給錢人的 或者幫助人的 也都是奉獻的 包括 你要幫助人和奉獻 是gif 這樣就會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神比是好好的 即是我們的神真是好好的 希望大家其實 我們處理生命怎樣有能力呢 就是你經常都喜歡神 你就會處理生命不好 敬拜詹念也是 敬拜小組問我 怎樣敬拜得好呢 你經常喜歡神 神啊你真是好 我好感激讚美你 神仔你要祝福我們 我們全身感激神 你當你的心 由心底處喜歡神 你就會很容易敬拜 你也會很容易祝福人的 你覺得神很好 因為神好得怎樣呢 他真是好 你做好事呢 他用十足的星狗 秤足了 秤足了 秤多很多貝給你的 連搖大岸 即是你想像那些米 又搖 你搖的時候 就多些米下去了 又按 上尖下流 像那些米一樣 上都尖的 下底流到寫光的 賭藏我們環女 真的很好 我們的神真的很好 是不是 有沒有 心裡面有些人說 神你真是好 不行 不行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是這樣 我只覺得神好 所以我就不想 在人的問題上 打字扣 我就很想 是祝福人 總是祝福人 總是不計較 他的問題 我都要計較 我計較完 我自己又扣分 我們一起說 人的問題 我都要計較 我計較自己扣分 我祝福他 我自己就加分 對 我祝福他 神就上尖下流 倒在我懷中 所以我就 有什麼所謂 現在我說一次 有什麼所謂 死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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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一次被人傷害 我就想 雖然神給我想過意念 他說 你又說不怕迫伯 你迫伯那時的苦 肯定不夠人家的苦大 如果有人傷害 你肯定不在迫伯那時 不斷打你 不斷罵你 是不是 有時候 別人說一句說話 我們就受傷害 我肯定不夠迫伯那時 受傷害 如果我都預備好受迫伯 那現在這一陣子 讓他說兩句 有什麼問題呢 當你這樣想 是呀 都不是慘得很厲害 現在我說的 都不是慘得很厲害 什麼所謂呢 放手呢 不用介意的 是不是 不用介意的 不要緊 反而你有機會幫他 我們要分辨 而不給他影響 就是我分辨 其實我看得 不過我又不是經常看別人的 我都承認我不是看得很厲害 那就是我不是看得很厲害 就是我不是很sharp 經常看誰有什麼問題 我又不是很刻意去看的 因為我的刻意是建立人的 有什麼好的 但我知道人有什麼問題 我都想幫他 當我知道的時候 我又 就是我又不要介意 因為我見慣很多 就是由我事物開始 經常都見慣很多 不好的人 就是經常都見慣 其實我都覺得 沒什麼奇怪的 神又不覺得奇怪 因為世人都是這樣的 當你不奇怪 就覺得 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 往往我們對某些人 總是一種期望 我希望會發生 例如你說 李牧師 經常都關心人 例如有一天你發現我一些弱點 哎呀 我搞錯 李牧師 我跟你學那麼多 你又不聽話 你又不聽神話 很大反應 就是我都 我自己真的很盡快處理 但如果有時候我漏感一些東西 有時候我 有些地方 有時候 一句說話對你們 有些急了 說了 有些眼神不好的 都請你原諒我 就不要說 復師都這樣 即是我也做得 或者復師都這樣 即是不能跟他學 聽說大家 不要那麼介意 即是 人總會有一些錯 不過有些錯就大 有些錯就少 而多些去祝福人 不要那麼計較 那麼多東西 好了 另一件事我們要留意 就是處理人的問題 就是 不要傳閒話 如果處理問題的時候 要持平 即是 要一種 能夠忠肯的 不要 不要編在一邊 人很容易編在一邊 曾言二五章九節 你與淪捨尊重 要與他一人便利 不可洩漏人的物事 馬太十二章三十六節 唯有告訴你們犯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貝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理為賢 也要憑你的話定理有盡 當你跟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就跟一個人說好了 不要洩漏他的物事 不要將他的東西 傳給不需要知道的人 但如果你要跟一個人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討論 但這個人不需要的時候 你不需要跟他說的 如果你受傷害 你就告訴他 我受人傷害 你不用告訴他 是哪一個人 譬如你 他都認識那個人 你不用告訴他 免得他對那個人改變 他的看法 其實是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算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覺得這個人 很有問題 而有一個人會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說定 因為他可能有方法跟這個人相處 你說定的時候 可能影響了他跟他的相處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跟這個人相處合作很難 第二個人來 開始跟他相處 我要告訴他 他有這件事好的 你知道嗎? 我一件事好的 我經常過幾件事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人 我為何跟他合作 他已經很害怕了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可以做一個審判官 我們是 就是 讓那個人去發現 當他真的有問題 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去幫助他 第一 就是不要說閒話 說閒話是怎樣呢? 就是今天你告訴他 是沒有作用的 不會達到什麼目的 其實我們任何時間 做一件事 說一件事 我們問自己 我今天說的是什麼目的 你博同情 你就不要找人說了 你說完 多一個朋友 你更加不要說 你以為 說完多一個朋友 就是我把秘密告訴他 我說完 增加我的勢力 他跟我一起認同 又不要說 我們唯一說 是這個人都能夠一起和他參與 去幫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沒有關係的 都不能夠幫助處理的 是不需要告訴他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你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找我的神 我是樂意去幫助你 那你說 阿牧師 你聽了這麼多 那你受不受得處呢? 我已經沒有接受人的問題 我也都不用要查問人的 就是 比如說 有一個人 就算我認識 你都不用告訴我 是誰 有這個人的問題 我怎麼處理 那你告訴我 如果真的我知道 我也都不需要查問他 那他是不是還有些壞事 還有些壞事 我都不需要查問 我不是一定要解釋他所有的事情 我只是說 我可以做些什麼去幫助他 我希望大家都有個心態 就是這樣 但是人 當他發現到有些人的不好 覺得好 哇 這個消息比較 新聞更加好聽 這個消息 令到 即他覺得 發現這個新大陸 好像一種很新的發現 很開心的發現 其實有什麼這麼開心的發現呢?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去 所以有些人 找我輔導 他講一講很長 哎呀 我丈夫怎麼壞 由第一天怎麼壞 第二天怎麼壞 其實我不需要聽很多 我只是想聽你現在 你現在怎麼相處 以後你想我怎麼幫你 你的相處上有什麼困難 當然他知道 一些簡單的背景是需要的 但是他講很多很多時候 我開始 我就會覺得 他不需要講這麼多給我聽 沒什麼作用的 我主要知道 足夠去幫助他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留意就是 我們每一句說話 在審判的時候 都要公出來 普羅華 我們所有 我們每一個人 他講到的仕途 就要成一台戲 被世人和天使觀看 其實你想想 你每一次同一個人自信 自信的時候 其實你就想著 全世界幾幾幾萬萬人 在一起聽著 哇 全部在一起聽著 你以為講給他耳朵聽 其實全世界在聽著 還有你心裏 慢慢地想那些人的不好 是有一天會播放出來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說神啊 當我在心裏 有這些不好的意念 我就來處理 就不要在心裏不斷反覆思想 這些事情 好了 怎樣處理人的問題 我想大家一起讀一下 第一 當有人有問題 當事人最好直接溝通 最好用詢問的方法 你的看法是什麼呢 你有什麼想我改善的呢 這個第一就是 當事人馬上跟他說 馬上問他 你覺得怎樣啊 你想怎樣啊 你是不是覺得有傷害啊 你覺得可以怎樣解決啊 就是用詢問的方法是最好的 不要加上標籤 就是什麼叫標籤呢 你這樣就是論亂人啦 你這樣就是壞人啦 你這樣就是生氣他啦 就是加上標籤 就是一個你的行為 你真的想了解 你覺得怎樣 就是問他 就不是 就是其實任何說話 加上標籤 就是這個人 你有什麼行為 就是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他 生氣啦 然後你的標籤就說 你整天都願意生氣的 就是這個標籤 就是給了一個 形容他 這個是整天生氣的 整天都很發脾氣的 這個就是一個標籤 當我們聽到他生氣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他標籤 就是問他 你有什麼不開心 你告訴我吧 我知道你受傷害 就是你去 了解他的情況 不需要去給一個定義 不需要說 你很失敗 你做得不好 你得罪人 就是這些就是標籤 就是任何這些的結論 譬如我們聽到人說話都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加 他在罵他 你不要這樣說 你說他這樣跟他說話 他語氣很重 他這樣跟他說話 就是這個人 就不是加上一個標籤 他這樣罵他 跟著他就罵他 那你就定義了 就是定義了 他就罵他 跟著那個就罵他 你就把那個行為定義了 你只是說他做什麼 你不用加上這些標籤 他 他 譬如你 有些是真是一種 一種的個人感覺 譬如說 他這樣看他 真是很小看他 那麼 那這句說話 就加了標籤 那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他的眼神有些不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說 那 你覺得你先看他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 或者你心裡想他是怎樣 就是你問他 讓他自己說出來 那他自己說出來 因為我很生氣他 那我知道這個情況 我就幫他 心態幫他 不是說你生氣了他 所以你沒有盼望 這個詢問的方法 這個是很重要 無論在輔導 或者個人溝通 我們都是用詢問的方法 第二 接受我們的看法 態度可以有偏差 一起讀的 不如用自己的看法去判斷 要小心自己 有沒有有不好的態度 就是我們接受自己的 看法和態度都有錯的 就是我自己在這麼多年 我都發覺 男人和女人是很不同的 就是女人覺得對的 男人未必覺得對的 他覺得男人應該都是這樣想 但是男人是不是這樣想的 男人覺得應該女人 不要那麼容易受影響 女人受影響的時候 他覺得他錯的 其實男女總是覺得 男女的看法是不同的 因為男女是看錯關係 所以對於有些事情發生 是看法是重的 男人就覺得這些 這些不要想那麼多 通常是比較逃避的方式 在人際問題上是比較逃避的 有時有效 有時沒有效 因為他會逃避 所以在男人之間 他會少些 因為人的問題 但是他又多些冷酷 多些不理人 這個是男女的不同 我們就不要覺得自己的做法才是對的 還有我們都有偏差 第三 我們都會偏差 第三 如果要處理人的問題 用柔和持平的方法 用善意去對人 就是柔和持平 要是善意的 第四 有一方有錯 你又應該認錯 對方也應該接受 而言說 這個很簡單 他應該認錯 而對方也都接受 立即接受 立即感謝他 立即言說他 不要等 第五 若沒有去處理 也全若善意去對待對方 唯有善意能改變 我祝福人 羅馬書12章21節 你不可為惡所性 反而以善性惡 就是 就算沒有處理 都繼續用善意對他 繼續對他友善 繼續對他打招呼 尤其 那個人跟你有那些好事 有些情緒 你更加見到他 立即要找他打招呼 讓他知道你沒有生氣 是不是 因為你生氣了一個人 是帶來很多傷害 傷害他 自己都傷害過 是不是 關係不好 以後你見到他都很慘 一次的傷害 是搞很久才搞得好 你有沒有發覺別人 搞很久 不如你快快手 跟他打招呼 他可能覺得沒什麼 就當作沒事了 所以就算沒有處理 不要玩 他沒有認錯 我為什麼可以搖說他呢 不是一定的 耶穌沒有說搖說他認錯的人 是你沒有搖說人 天父就沒有搖說我們 所以我們 就算見到人 他沒有處理也好 我依然用善意 還有不要想到他那麼壞 而是想到我都是 他都是 他有好的一面 他有正面的一面 第六 我們自己以前的傷害 也會令我們敏感和容易傷害人 我們留意 我們受過傷害 也會容易令我們容易受傷害 和容易傷害人 我們自己的傷害要處理 有些人就會 有些誇張 凡是男性都是壞人 一種受的男性的傷害 凡是高位的那些 做領袖的那些都是壞人 一距離壓迫人 這種是一種的傷害 或者看到有些人高大 威猛大 那些 那些是壞人 就是 總之我們以前的傷害 或者 有人敢說話就是壞人 這都是我們自己留意的 不要 就是我們以前的傷害 影響我們以後對人 第七 接受 聖經說什麼呢 羅阿孫 三十二十三節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實力物業 基督徒犯了罪 說態度不好 不要人要為禽 他有時態度不好 不是世界沒有人的 他沒有理會你 不死得 不用那麼緊張 他好像挖一挖你 他未必是挖你 可能他心裡很生氣 剛剛被人罵完 剛剛不開心 他就挖你 可能跟你無關 總之他有什麼事 就算他跟你有關也好 接受他都有原諒 他處理不到 接受 跟我說一次 接受他都可能處理不到 那個問題 所以他有瓶器 接受他有瓶器 不要緊的 第八 一起讀一下 我會用柔和的生活耐性 去幫助人處理生命 就是 就算那個問題 我們就求神 神啊 怎樣給我用方法 有智慧 有耐心 去慢慢幫助他 處理他的生命 好過 生氣了他 和他分隔 是吧 幫助他 總是最好的方法 幫助他 總是 將事情 又大事 就化小事 小事 就化無事 其實幾大件事 都不要緊 我試過有些 輔導的夫妻 罵離婚 輔導員 都不用離婚 原來就是不肯 說一句對不起 或者總是 大罵有事 帳戶經常說 沒事沒事沒事 其實他就承認是有事 對不起我做錯了 請你原諒我 就是不肯承認 我想問大家 你在這裏 或者在你的教育 有沒有一些 和彪徒之間 有些傷害 令到你的心有點像 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就是神 我就是刻意去對他好 那你對他好 接著他又沒有什麼反應 那你就生氣了 我都對你好 你先壞 我對你好 你還沒有反應 不要緊的 他繼續壞 他要面對神的審判 我只是去祝福他 但是你的心不要 就他快點受審判 你的心就是 我希望他悔慨 我祝福他悔慨 讓他不用接受審判 是不是 就不是我恨不得 他接受審判 而是希望 更多人不用接受審判 是不是 在這裏我們一起討告 主耶穌幫助我們 就是我們得性有餘 在人的問題上 是不是最難得性的 最難得性 是 可以的 其實你不介意 和祝福人就可以了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我們都要想一個人 我們覺得很難處理 一個人我們覺得很難嚴恕 或者難相處的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中間不會有嚴規 如果我們中間有嚴規 總要給一支包容 給一支嚴恕 基督如何遙恕我們 我們也要怎樣遙恕別人 主耶穌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祝福這個曾經傷害你的人 或者是你很難相處的 而且你 看上他 其實他都是一定有些 不開心 傷害 有些問題 我們就看上他 我們就 求主幫助我們 去看上去 去遙恕 去祝福他 去欣賞他 去數一下他什麼場處 他有什麼好的地方 去欣賞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們去數一下他的場處 他都有愛主的心 可能有些地方 他有些問題 可能他有些的驕傲 可能有些的自我 可能有些他 硬頸 固執 態度不好 但是 不要緊的 在神裡面 神就是派我們去饒恕人 神是派我們去饒恕人 不是去定人的罪 但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是你幫助我們 不要做波鬼的代言人 不要奏夜控訴弟兄 讓我們有這個心 神幫助我們有決心 有決心去饒恕 去看信 去祝福 主耶穌求你 你私一年去祝福 神是你用法 在我們中間 或者我們的教會中間 有任何的傷害 求主你用法 求主你化解這些 讓我這裡成為一個 充滿愛的家 在這裡 雖然一個課程 都可以成為一個家 是充滿愛的 不要讓任何的言規 將這個家分裂在你 神是你私一年去 多謝主耶穌 因為你是要說的神 來奉主耶穌聖命 我請大家 我想大家做一件事 我想你想一想 在這裡 可能有一個人 或者以上 可能是你做錯 可能他做錯 可能有少少事情發生過 是有些不舒服的 但是 在這一陣子 我 鼓勵你 在這一陣子 為這個人祈禱 並且 我鼓勵你 踏出一步 當我講完這說話之後 你踏出一步 去跟那個人說 有時候 可能我們錯過百分之一 我們都說 對不起 你有令你不舒服的地方 對不起 我們覺得可能有些事情發生過 我走過去 對不起 如果我有做錯 請你 要說我 這個是非常勇敢的 亦都可以化解 我們中間有任何的連鋸 有時候可能 有些組長 覺得自己的話 令到一些組員不舒服 或者有些組員的反應 令到組員不舒服 或者人與人之間合作的時候 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我們都不要讓這些事情一路發大 我們都不要讓這些事情一路發大 主耶穌加利南無我們 我想請大家去想清楚 你想跟誰去講一些復和的說話 或者請祂要說 你得罪的地方 或者 請祂講給你聽 有什麼地方你可以改善的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正面的心 去看這件事 如果你說我一個人都想不到 我得罪 沒有人得罪過我 那就最好 那你也可以找一個人去祝福 在這時候我鼓勵大家 你就 首先是你覺得 你想 很想和這個人和好的 不能夠完全要罪的 不能夠完全要罪的 不能夠認錯的 我首先鼓勵你們去踏出去 然後剩下的人就可以 找一個人去祝福他 好 現在我想請大家有些行動 如果你願意的話 去跟一些人去說 請你遺書我 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請你遺書我 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請你接入我遺書我 我很想和你和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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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